照片中的姑娘们是王世青、王华林、郭桂荣、赵桂荣、赵爱莲 上世纪五十年代 祖国一生召唤 让朝气蓬勃的塔和五姑娘从五湖四海齐聚塔里木盆地 1958年6月初 塔里木南干大区开挖 农场组织六支青年突击队 三百六十名团员奔赴工地 分布在十七公里的渠道线上 在众多男同志中 来了二十多个要强的姑娘 坚决要参加大会战 艰苦的环境和超高的劳动强度 让大部分姑娘们退却了 工地上仅剩下五个姑娘 面对小伙子们的质疑 姑娘们不为所动 迅速组成一个女子突击队 姑娘们自知体力比不过 只能晚上加班干 暴晒后的流沙干燥又烫人 边框边走边漏 爬坡容易吃溜 功效上不去 姑娘们集中生智 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 我们把这树皮搏搏 搏搏嘛 都扑到这个坡头上 筐子可以露啊 能露了咱们 旧单子啊都彻彻 衣服啊都彻彻 点这个筐子 在五姑娘的影响下 挖取队伍的积极性更加高涨 作为第一代兵团人煎熬奋斗 无私奉献的典范 他和五姑娘的故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兵团人 投身建设边疆的滚滚洪流 信心百倍 踏上维稳 戍边新征程